大家好,我是谢涛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话说,司马昭灭掉蜀汉以后 他本人自然也要升级了嘛 这么大个功劳,没理由不加封的嘛 263年10月 魏国曹焕被迫自愿下令 提升司马昭为相国进攻加九次 九次是啥? 说过好多次啦 全臣享受皇帝才有资格享受的九种礼遇嘛 这就相当于无冕之皇了嘛 由此往上推,五十年前 这一幕也发生在曹操的身上 当年,刘邪也是被迫封上曹操为丞相 为公加九次 哎,真是风水轮流转,今日到我家呀 以前是你曹家抢刘家的东西 现在天道轮回,半个世纪过去 轮到司马家抢你曹家的东西了 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情节,同样的效果 唯一不同的就是导演和演员了 如此看来,曹家的老大曹操确实是个好榜样啊 是个好导演,好演员啊 而司马家族的人各个都是优秀的模仿高手啊 假若曹操地下有之,不知作何感想啊 216年,刘邪封曹操为魏王 264年,曹操的孙子曹焕封司马昭为晋王 220年,刘邪被迫向曹操的儿子曹丕,善让帝位 265年,曹操的孙子曹焕 向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善让帝位 此一时必一时也 辛辛苦苦经营的江山 最后还不是要拱手让人 天道轮回,命运大讽刺啊 其实啊,和曹操碰到的情况一样 司马昭当了晋王以后啊 对立谁当太子是煞费心思的 这里就要说一说司马昭的老婆了 司马昭的老婆王元基,是王肃的女儿 王肃是曹魏期间的一个著名的经学家 他老爸相对来说更有名 那就是王朗 就是在小说演义里被骂死的那个王朗 那实际上正史当中的王朗呢 日子过得很不错 他们家族的香火也是很兴旺的 好了,这个王朗的孙女王元基 当了司马昭的老婆以后 生了两个儿子 长子司马炎 次子司马忧 这两个儿子因为是大老婆生的 所以他们俩是有继承权的竞争资格的 至于其他的儿子 你懂呢,司马昭是不会乖乖的 对一个女人从一而中的 所以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儿子 但因为不是大老婆生的 所以没有竞选资格 自动当围观群众 看着两个哥哥在争来争去 对于司马昭来说啊 他的哥哥司马施比自己优秀很多 如果不是意外去世了 恐怕还轮不到自己说了算的 所以在司马施生前 司马昭对哥哥是非常崇敬的 而当时呢,司马施并没有儿子 司马昭就把自己的第二个儿子 司马忧过季给哥哥当儿子 司马忧这个人啊 性情温顺 多才多艺 为人稳健 感觉上不像自己的亲爹司马昭 更像自己的干爹司马施 也许这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 在不同的生长环境里面成长起来 那感觉就是不一样 司马忧当时的名声 确实要高于在自己家里长大的哥哥司马炎 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的 甚至连他们的亲生老爸司马昭 都是这么想的 他对这个司马忧啊 喜欢得不得了啊 还曾经放话出来说 我们司马家的江山 都是靠我哥司马施打下来的 所以我百年之后 应该把这个位子让回去 让给我哥的儿子司马忧 哎 说白了 司马忧不也就是自己的儿子吗 让来让去 都是我自己的血脉吗 可是你是这么想的 司马炎不是这么想的呀 司马炎心里可不痛快呢 喂 老爸 你说这话的时候 能不能带点脑子呀 我是长子啊 啊 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了呀 作为长子的司马炎 感到了无形的压力 他下定决心 要变被动为主动 积极公关 为自己造势 史书记载 司马炎这人啊 长得很有造型的 头发特别长 如果披伞了垂下来 可以接触到地面的 哇 这种披头伞发 可以说是非常潇洒了 估计一般的女性都比不上啊 另外 除了头发长之外 他还有其他的东西特别长 啊 您别想歪了啊 我说的是他的手 他的手啊 垂下来 可以超过膝盖的 哎呦 这一点就和历史上 很多有意象的帝王很像了 比如当初的刘邦 三国的刘备 都是双手能过膝的呀 这就不得了 了不得了 一个男人头发特别长 放在当今的社会来说 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是人见人恨的古惑仔 那叫堕落 要么就是花见花开的艺术家 这叫另类 而在古时啊 头发长 手也长 这是大富大贵的象征啊 对于这一点 司马延也是相当的自信的 这个时候 他面临自己兄弟的竞争 哎呀 人家是名声好 我是形象家 那自然应该扬长臂短了 应该靠形象取胜嘛 所以他就向父亲司马昭时代的老臣 尚书 蒲叶 裴秀 做了一番自身的形象展示 这里提一句 这个裴秀啊 不仅是当时的名臣 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地图学家 创造了很多地图的测量方法 关于他的故事 我们在番外篇第一篇当中 有详细的描述 有兴趣的话 请找来听听 看看裴秀为中国的地图学 到底做了哪些贡献 好了 话又说回来 司马炎走了一番秀之后 就悠悠地问裴秀了 裴公啊 你说 人是不是可以在外表上 区分贵贱呢 裴秀是个大学问家 也是官场里混迹多时的老油条 你看到司马炎 在自己面前有意无意地走秀 又说这样的话 那弦外之音不是很明显了吗 总不能说 司马炎对自己有特殊爱好吧 必然是另外一层意思 很明显 就是关于继承权的问题嘛 裴秀当时一琢磨 哎呦喂 看起来 这个司马炎 还是先知先觉的 对于这种有形或无形的竞争 已经提前做功夫了嘛 显然 他要比他那个优秀的弟弟司马忧 更有心机 更有优势 更具诚服 这种人 在政治斗争当中 通常是会笑到最后的 那还有得选吗 既然他能赢到最后 不拥护他 那不就是我傻 那好吧 还用说啥呢 我裴秀第一个报名 入伙了啊 哦 一个入伙了 不够 正所谓一个好汉 三个邦 诸葛亮再牛 也顶不过三个臭皮匠啊 司马炎 可不是什么道德模范呢 他很清楚 想要梦想成真 手下智囊团的成员呢 一定不能少了去 裴秀是一个 还有其他的像何曾啊 甲冲啊 山涛啊等等 都是重量级的选手嘛 啊 对了 尤其是一个叫杨秀的幕僚 这个家伙 不得了 很有点像当初曹丕和他地槽职竞争的时候 在自己阵营里养着的那个吴志 嗯 经常在背后 出谋划策 哎呀 这个人必须牢牢地抓在手里 而事实上 这个杨秀也没有辜负司马炎的期望 经常躲在幕后 为司马炎出谋划策 为他夺得继承权 立下了汉马功劳 好 回头说 老爸司马昭 他原本是有意立司马优的 可是刚刚提出了 迎面就是反对的声浪 这个说 进宫啊 费长利诱 违反立法 不祥执照啊 这话是山套说的 好 那边又有一个声音说 进宫 中府军 有人主之品德 不好随便更换啊 哎 说这话的是假冲 嗯 完了吗 没有 还有接着来的 这边这两位啊 是结伙一块来说的 哎呀 进宫啊 中府军 智商高 情商高 人气高 三高人群 外加一表人才 绝对不是当臣子那块料啊 说这话的是何曾和裴秀 哎 中府军是谁啊 当然就是司马炎啦 呵呵 一看就知道 这帮人都是司马炎的人呢 早就投到司马炎旗下了 他们一出来 重口一词 把司马炎吹得像花似的 而不会包装自己的司马悠就惨了 他还没来得及 组成自己的竞选团队 当然也就不会有人站出来为他公关咯 而司马炎那边不明就里啊 守心守备都是肉 两个都是儿子嘛 而且还是同一个老妈生出来的 利谁不是利啊 一看 哦 司马炎 有如此好的群众基础啊 而且又是老大 哎呦 看起来不积极响应人民群众的呼声 怕是不成呢 强牛的瓜是不甜的呀 好吧 既然各位都一致看好 那这回我们就讲究一下民主嘛 就让司马炎得到继承权 就这么定了啊 公元265年 晋王司马昭病逝了 晋太子司马炎 担任晋王兼魏国的相国 哎呀 历史真的是相似啊 265年12月13日 那个从220年开始建国 经历了五任皇帝 立国45年的魏国 终于走到尽头了 就像当年曹丕即位以后 迫不及待的急走汉县帝一样 这回司马炎同样也是急不可耐的 把皇帝曹焕给踹下来 曹焕能说啥呀 只能被迫心甘情愿的 把地位善让给德高望重的司马炎呗 就在265年的12月17日 司马炎正式称帝 第二天 司马炎把董事的曹焕 封为陈流亡 所享受的待遇 和当年下台的汉县帝留邪 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司马炎还很大度的 让他搬到夜城定居 那里也是曹魏所有封王的集中安置点 曹焕过去一点都不会觉得孤单的 都是姓曹的那些废王 在那儿大家有伤有凉的 过上一个废得不得了的日子 那也是一种安慰吧 于是一个短命的曹魏帝国就此灭亡了 一个看似强大的新帝国 又闪亮亮的站到了历史的前台 曹魏为什么会被司马家夺权呢 而且灭得这么快 仅仅半个世纪 这路就走完了 说到底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曹家对自己的亲人太扣门了 那曹植就不说了 他当的这个藩王 是要自由没自由 是不能随便出境的 而且是要兵没兵的 是怕他造反的 要权没权的 是不准他参政义政的 那简直就是活受罪嘛 其他藩王呢 也好不了多少 同样也是 无权 无兵 无自由 三无产品 这种情况啊 当朝皇帝命长 比较英明 实权在握 这也就没什么 可偏偏是曹家的 己任英明的皇帝 命都不长 接任的都是傀儡 这样一来 外姓全臣夺权的时候 那些姓曹的藩王 自然就帮不上什么忙了 所以司马家 能够轻易的革命成功 这些都是啥 这些都是教训 血淋淋的教训啊 司马炎没理由 看不穿这一点的 所以当他称帝以后 认真吸取了 曹魏灭亡的经验 对相关的一些制度 进行了重大改革 第一 本着肥水不留外人田的原则 除了保留陈流亡之外 把以前曹魏的藩王 通通降格为献猴 第二 对自己同性的近亲 大派红包 封王爵 根据史料记载 就在他夺得曹家天下的 这一年的年底 二六五年年末 他一口气就把自己的兄弟伙们 像是司马忧啊他们 十七个人 十七个人 封了王爵 到了后来 越来越过瘾 越来越收不住手了 前后封了四十多个王 哇 夺得人家的家财 是不用本是吧 封起官来 是一点不手软呢 没错 西进很强大 地盘很广阔 但也扛不住这么分家呀 王爷满天飞 真是政坛一大奇观呢 而且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 同样是此王非彼王的 晋朝的王爵 比曹魏的王爵 含金量可高很多呀 晋朝王爵 虽然封地也是一个郡 但是是可以养兵的 根据封国大小不同 军队的配额也不一样 两万户人家以上的封国 就属于大国了 可以设上中下三军 养兵五千人 一万户的属于中等封国 设上下两军 养兵三千 五千户人口往下走的 属于小国 只养一军 养兵五百 当然养兵多了 也出现一个问题 容易产生动乱 万一哪一个心思歪了 带兵来造反怎么办 所以出于维稳的因素 西进王朝规定了 所有的藩王不得住在自己的封地 在京师洛阳集中居住 以便加强管理 看上去这种方法呢 好像是管理得很严格 但是后来的八王之乱 很有力地证明了 这样企图靠分封宗室 而维护自身统治的做法 根本不靠谱 哼 司马爷那司马爷 你的想法是好地 但是你的后代很不争气啊 西进的日子同样过不了多久 还是那句话 不是靠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 而是靠偷人家的东西 始终是不能长久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汉朝了 这么多先祖辛辛苦苦拼下来的江山 才能维持几百年呢 而曹家呢 是靠偷 靠墙 靠逼 于是只有五十年不到的命 而西进呢 不同样也是如此吗 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看这个司马家偷来的西进 能维持多长时间吧